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让不少欢乐之城的嘉宾对王妃纷纷表白 王妃尔道说最后的综艺节目不得不说的就是跑男吧 跑男与我们一同奔跑了六季 陪伴了我们走过了一段亲通岁月 可以说跑男已经成为了不少人 心中一段不可磨灭的回忆 而对于跑男团成员更是让他们非常的熟悉 没到周五就能够看到跑男兄弟 他们给我们带来欢笑 可以说这种感觉很好 跑男邓超邓超作为跑男兄弟团中的队长 一直都是有着一个大家长一样的角色 作为队长也就意味着要比其他成员更要照顾 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嘉宾 相信以前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再快要录制结束的时候 邓超都会带头和嘉宾说那句你们的道来 让我们蓬毙生辉 杨颖邓超安抚队友邓超 邓超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感受的一位队长 在跑男第六季和邓军华龙舟那一期时 和邓军代表的男生队员划船 杨颖尝试掌舵 杨颖因为是女生老是出现掌舵问题 其他成员也是纷纷抱怨其让船老是摇摇晃晃 可只有邓超没有抱怨过一句 还不断安慰队员 邓超邓超在杨颖阴生里期被趁完不起的时候 邓超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替杨颖说话 邓超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节目中 都是一位非常体贴的队长 在跑男第六季第十二期拍卖物品游戏环节时 邓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的礼物拍卖给那些幕后人员 怕诚意不够 依上来作为队长的他直接当众下跪 跑男看到这一幕那里 陈知道大家都不容易 直接冲了上去扶邓超起来 其他成员看到邓超下跪 以后也是条件反射的上前 可谁注意到后方的阳影 王祖兰却一动不动 完全没有上去扶的意思 更像是冷眼旁观 谢谢大家